陈先生介绍 2021年 他们买了杭州林平 曲江城发 九庸府的房子 还买了负一层的两个车位 每个车位19.7万 他提供了收房时拍的照片 画面右边是703车位 左边没画车位 靠墙的位置 还竖着一根红色的管子 採访时 消失的702车位出现了 和陈先生提供的照片比起来 之前那根红色的管子没了 地面上多了一块修补的痕迹 管子剩余的部分 连着屋顶其他管道 似乎是输送喷林用水的 那根消失的管子 究竟通往何处 陈先生来到了富二层 一探究竟 富二层应该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吧 因为我们那边也有个送风口 水泵房里面吧 就怕到时候 万一说哪个管道那边有影响干嘛的 造成那个 咱们这个 消防的喷林系统有问题 那我这个车位如果说不能正常使用 那我肯定是要求换车位或者退钱的 消防单位多做了一段那个消防管道 那个是没有入管的 现在已经开除了 我们车位图纸 验收的图纸上都有的 消防单位我们昨天来复合图纸 没问题 我们原来验收的时候是带的 后来是上面盖了一层那个 环氧地平漆 地平漆不是后座的吗 坐的时候 然后那个车位忘化了 我们现在不划上去了 没有问题 那就是他隔壁的位置也没忘化 怎么就把他这个忘化了 那这个就是商工单位的问题了 具体他为什么漏化了 这个我就很难解释了 不好意思 记者也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 属地消防部门 188黄剑记者报道